来这个初秋,小编前几日打卡了在香街举办的2019年巴黎秋季艺术沙龙 这个沙龙是国际文化界最为著名并是最为悠久的大型的综合性艺术展览 是在国际艺术大师罗丹和雷诺阿等人的创导下,于1903年创办的 其最初的目的是为落选法国官方绘画展览的艺术家们提供展示作品的场合 以后逐渐成为了推动法国现代艺术和发现艺术人才的重要活动 以上这段是小编从百度百科上教读的了 也带不了解这个艺术沙龙的朋友们一起讲讲真实,无用线尾哟 在逛沙龙的时候,小编也发现了一位在法留学的青年艺术家张家俊的画作在进行展览 于是小编抓住了他聊一聊,听听他说了些什么吧 Here we go 我的配画创作是比较倾向于神秘主义 它能关注在一些未知的领域,看一些大家所认为神秘的东西 我很喜欢中医道教的思想,还有心理学,西方的自然医学,还有西方的自然疗法 还有神秘主义,比如说炼金术 我很喜欢支撑这些文化和思想背后的哲学 规画对我来说和炼金术很像 它们要绘出生命的地图 也标志着特别在成长与转化的过程 我从十多岁开始学习绘画,一直是接受着写实绘画的训练 这些年渐渐地我的画开始变得抽象 画风的变化也是我自己生命里程的一些见证 我们的科幻图体主要关注于人类的内在世界的神秘,大自然的深奥 从探讨人类心理和合法的关系中手术 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 那里是满着未知的神秘原型的印象 从创比尝试船空外在世界 与人类在世界的相互也很关系 那些自在科技的精神转化是提升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